板橋巴德公園的公冊 有春光外泄的疑慮吗 新北市医院李婉玉接获了民众陈情 召开记者会 直击巴德公園公冊隐私及安全的问题 要求板橋区公所改善公冊的透光窗 夜间反光的问题 白天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到了晚上我们接受到一个民众的陈情 一个女生 然后她去厕所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上面有个人影 她吓到 然后她打电话 她打简讯来通知我 然后她的这个空间的隔板 有一个空间隔板的设计 她除了上面可以反射以外 她的这个门板 你只要手机手往上 你就可以拍到里面有没有人 新北市医院李婉玉表示 接获民众陈情 板橋巴德公园 倾斜屋顶上设置整排长形的透光窗 一到了晚上 厕所内明亮的环境 对比窗外一片漆黑 顿时产生了镜面的反射效果 如厕者一片春光 可以说是一览无遗 还有呢 在无障碍亲子厕所的门板 设置过低 只要身高超过160公分 伸手都能够轻易地够到门板上方 来进行偷拍 如厕的环境 严重缺乏隐秘性 对维护隐私 可以说是毫无保障可言 会看后 要求板桥驱公所即可改善 对维护跎上方